卢市府在行人安全保障上的执行力严重不足 也没有做好预防措施 才会导致这一次的悲剧发生 我们看到市长今天早上说 将重罚客运业者120万元 这120万元对客运业者达不到惩戒的效果 我呼吁卢市府一定要全面检讨 不能将行人安全沦为纸上谈兵